好 同学们 欢迎大家来到插座学院 来到我的管理训练营 今天呢 我们就正式开始答疑了 昨天有一点小插曲 今天我们正式开始答疑 咱们答疑的这个主题是 资源主要掌握在上级手中 向上管理的核心是争取资源 那有的人说 我就是老板 我向哪争取呢 你的上级是市场 你的上级是客户 你要向市场争取 你要向客户争取 所以老板要干嘛呢 老板要找到更优秀的人才 老板要融资 老板要战略 什么叫战略呢 战略就是市场上的机会在哪 机会就是一家公司的资源 所以老板也要向上管理 老板要争取资源 这个意思 咱们呢 上节课的重点内容继续照例再回顾一下 同学们有点耐心 咱们正常看一下上一节课我们讲了什么 首先呢 我们来回答一下 上一节课我们要解决的问题 其实是如何通过上级争取更多资源 如何管理上级争取更多资源 有的人会说 说上级我能管吗 你一定要管 如果你不管就被别人管去了 上级的时间是有限的 你不用别人就会用 所以你要多用 上级就是给你提供支持的 我们上一节课重点讲了三点 第一点 直属上级是你唯一要管的人 这句话天天说 最后可能做的时候还是会心里发怵 或者可能真正做的时候还是会心想 哎呀 老板是不是不能同意啊 老板是不是会发脾气啊 推不开那个门 上下级关系的核心是信任 不是能力 能力是重要的 但信任是绝对的 上下级的时间 上级的时间是最被低估的资源 上级的时间是最被低估的资源 讲到这儿呢 有同学留言说 吴总说期待招聘的课尽快呀 我先和你讲一件事啊 招聘这件事 如果你不知道公司想要什么 公司的目标是什么 招聘是做不好的 大家说 招聘解决的是资源的问题还是目标的问题 我问问大家 大家一起来说一下 招聘解决的是资源的问题还是目标的问题 对吧 招聘是要资源 所以很多时候招聘出问题是因为你的目标 就是阶段目标出了问题 你的阶段目标不清楚你要什么人才 因为你的阶段目标比较犹豫 所以你不清楚你要什么人才 导致你招聘上会有一些效率低的情况发生 或者招错这个意思啊 招聘解决的是资源 资源要和阶段目标匹配 OK 咱们继续哈 上一节跟我们讲到了上次有哪些作用 主要讲了三点作用啊 听的几遍都没关系 你可以再听 最好能听完给你的同事讲 第一个帮你和其他人开展协作 所以跨部门沟通啊 或者内部的一些交流啊 更多是需要通过上级来完成的 我们讲了跨部门协作出问题 最主要的是老大不知道 下面的小兵把事定了 老大一发现之后发现不行 老大给否了 小兵就白干了 这个意思 第二个作用 上级能确保你的优先级重点 所以大家要养成一个习惯 定期的和你上级沟通 问问上级 老板我这三件事 哪件事是最重要的 哪件事是跑偏了 哪件事现在可以不干 作为老板反过来 也要和你的下属管理这件事 所以能够管理优先级的人 就是管理者 为什么很多员工需要你管他呢 因为他不是管理者 因为他不知道哪个事重要 哪个事不重要 他不是管理者 他不知道哪个事重要 所以管理者最起码 得知道哪个事重要 这是最起码的管理能力 也是最起码的管理素质 那大家以后 如果想选拔管理者的时候 你就要看 这个人平时能分得轻重吗 这个人平时能分清大事和小事吗 这个人平时做事的时候 有先后次序吗 这是管理者的基本素质 多讲一点 第三个作用 为你提供完成目标的各种资源 只能做目标分解的 不能提供资源的管理者 不是好的管理者 所以我们讲过了 公司发展的底层逻辑是 运用资源 调动资源的能力越来越强 我来说一下 招聘算不算调动资源 算吧 招聘就算从市场上调资源 有的人说我要完成1000万 太难了 怎么干到啊 根本干不到啊 OK 你招100个人也许就能完成1000万 关键不是1000万完不成 而是这100个人你招不到 那怎么能招到100个人呢 你就得心想 我去哪能了解到招这样的人是最快的 我去哪能了解到招这样的人需要多少 薪水 需要什么条件 这个才能慢慢慢慢的完成你这个资源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是目标完不成 本质上是资源找不到 不是目标不行 是没有用心的去想资源怎么找 如何向上级争取资源 我给了四步 第一步建议 根据你的目标来判断是否需要争取资源 举个例子 一个月有四周 这四周呢 第一周快了 发现不太需要 第二周放松了 结果半个月过去了 目标只完成了三分之一 那就完了 时间过去了50% 目标完成了30% 这个时候肯定要跟老板说了 就你不要再自己死扛了 死扛容易出事 所以根据目标进展 判断是否需要争取资源 目标越不顺利的时候 越要找老板 真正顺利的时候就不用找了 第二步 根据目标差距分析需要哪些资源 举个例子 你可以跟老板讲 老板 我需要调两个人给我用 这叫调资源 还可以跟老板讲 能不能给我延长两天时间 同学们这算不算资源 给我延长两天时间 对不对 这都可以吧 这些都叫资源 所以根据目标差距分析 你需要哪些资源 第三步 和上级汇报进展的时候 和上级汇报进展 同时和上级分析需要哪些资源 就是说当你想争取资源 一定要先汇报进展 有的同学说进展不好啊 来我们现在就来互动一下 进展不好算不算进展 进展不好算不算进展 算吧 怕的是什么呢 怕的是老板问你进展怎么样 你说进展一般 那完了 你要跟老板这么说话 你说进展虽然不是特别乐观 但至少取得了什么进展 大家以后用这样的方式说话 进展虽然不太乐观 但至少取得了什么进展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了哪些规律 然后只要再投入什么资源 目标完成的可能性就会非常高 这个月完不成 下个月有可能完成 这就叫 这就叫汇报进展的 真正的这个方法 汇报进展 绝对不是定性 好像你显得很谦虚 你一谦虚老板把你毙了 这个意思 然后有的同学说 那我汇报进展的时候 老板总是跟我讲成本怎么办 很简单 讲成本的关键 同学们要认真听这个话 讲成本的关键 不是因为成本高 而是因为看不到回报 大家再听一下是不是这样 讲成本不是因为成本高 而是因为看不到回报 所以你跟领导争取资源的时候 你只争取了资源 没讲清楚这个资源能带来哪些回报 如果你能讲清楚带来哪些回报 老板是一定能够给你资源的 能理解了吧 这个意思 所以咱们很多时候说 争取资源争取不到 汇报进展觉得不好 都是因为你的管理思维不对 你还是一个怕犯错误的思维方式 还是一个怕犯错误的思维方式 你不是一个竭尽全力 要把事干成的思维方式 第四步 用数据给上级信心 并确认资源到位时间 这是跟上级争取资源的四个步骤 我们上一节课讲的 然后呢 我们上一节课还讲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 就是副总裁 副总裁Pony和总裁两个人 最后一起被辞退了 副总裁一开始非常的有信心 结果他没理解 总裁真正在想什么 所以我们讲上下级之间 要理解上次的真实处境 有的时候上次 有的时候上次不给你资源 是因为上次自己都没想明白 上次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所以首先理解上次的职责是什么 上次的需求是什么 上次的底线是什么 你一定要把这个弄清楚 就像我们上一节课讲过那个案例 Pony以为市场份额增加就可以了 结果总裁的真实需求是 利润要增加 一定要有利润 否则公司就出危险了 然后我们上一节课还讲了 信任比能力更重要 信任你要讲清楚 老板真正要什么 你要资源只有信任能够带来资源 能力不一定能带来资源 这是本质的逻辑 只有信任能带来资源 能力不一定能带来资源 还有一点我们最后讲到了 确保和直属上级相互期待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状态 首先定期和上次反馈你的目标进展 其次根据目标差距 向上次寻找资源支持 第三个使用资源后 向上次反馈进展 换句话说 你要跟老板形成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形成这样的关系 一见面就是有效反馈 老板只要见到你就基本上能知道 这个月怎么样 你可以跟老板讲 张总 这个月到目前为止 完全没有问题 请放心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汇报 到目前为止完全没问题 我放心 张总到目前为止 三件事没问题 其中一件事有点压力 但我能搞定 另外一件事真需要你帮忙 这也叫反馈进展 所以你跟上级之间 发现上级只要见到你就很靠谱 然后呢 把资源交给你之后 总能有反馈 总能告诉我 上次你给我的资源 其实没用了 我现在给你还回来 或者说上次你给我的资源 给多了 但是我的目标也完成更高了 这个意思 我以后还会专门再讲一讲 工作汇报的课 大家记住一点 管理的具体的技巧非常之多 永远学管 你要掌握的是底层逻辑 然后慢慢衍生出你自己的管理艺术 最后呢 我们还说了一条 上司不忙 这是给大家打的一个预防针 不要老是担心上司忙 其实上司不忙 上司忙是因为你不找他 他就忙了 最后呢 我们说了一个向上管理的清单 四件事 向上管理的清单 首先管目标 七次管优先级 因为目标有可能很多 必须完成的可能也有四项 然后问老板 一二三四怎么排列 资源 我可以使用哪些资源 我现在做的怎么样 您能不能给我一点评价 您觉得我这方面表现的怎么样 您觉得我这方面表现的怎么样 您觉得我哪方面有空间 您觉得我哪方面可能问题比较大 我必须马上要停止 这些都叫 这叫向上管理的四件事 然后我们上一节课的客户作业呢 是这样的两步 请示直属上级 日常工作可以为团队争取哪些资源 我看完上一节课的作业啊 稍微有点小困惑 就是同学们的作业可能更多的是讲第二步了 第一步我没有看到 其实我重点想知道的是 你的上级能给你提供哪些资源 然后我现在需要听听大家的反馈 是第一步做起来比较难吗 就是我们的领导都没有给我们一些比较有价值的反馈 是不是这样 第一步做起来比较难是吧 好我猜到了 我们今天听课的应该有一些CEO 今天听课的CEO当你看到这件事之后 当你看到这件事之后呢 你要当成一个特别重要的事 就是一家公司最有可能出现的问题是资源集中在高层 干活的是基层 资源集中在高层 干活的是基层最后就会出大问题 我们下一节课会讲这件事 下一节会讲这件事 就完全弄反了 资源一定是往下用 资源一定是往下用 最怕的是资源集中在高层 好我们先看看大家的作业 咱们正常的先过一下 我大概了解了这个困难 因为如果你的公司没有经历过这种很系统的专业的管理培训 其实这样的事是基本上会遇到困难的 很多公司不会形成这样的一个逻辑 我们看第一份作业来自于王伟 本月的目标 3月30日前完成项目业绩154.54万 3月30日销售部完成新增四个重点客户 我们自己来看一下大家 我们自己来看一下 3月30日 3月30日完成项目业绩 这个应该说成回款对不对 要么说合同额 要么说回款对吧 这个要讲清楚 首先目标这块还可以再优化一下 王伟你要重视这件事 完成业绩154.54万 这个究竟是什么 是回款还是合同额 然后第二个 3月30日销售部完成新增四个重点客户 同学们来判断一下 这算一个目标吗 3月30日销售部完成新增四个重点客户 这个算不算目标 或者这件事能不能当成一个目标 如果不算 为什么 我没有说经营型目标还是管理型目标啊 不管经营型目标还是管理型目标 能当成目标吗 我们再问一个问题 它符合SMART原则吗 能衡量吗 能不能衡量 怎么定义对不对 这件事老员工也许知道 但是新员工可能就蒙了 新员工可能会问 什么叫重点客户 对不对 老员工也许知道 新员工可能要蒙了 所以说我们讲过了吧 目标是让所有人都能看得见的 清晰有效承诺 对吧 清晰有效承诺 这个意思 好 谢谢大家 所以这块王总啊 你要稍微重视一下这两条 就是本月目标的描述上还可以再严谨一点 我认为你有必要再回头听第一模块的课程 可能理解的太简单了 或者认为课程太简单了 这块还是可以再明确一点 资源一项目回款 资源二老客户转介绍 资源三客户的上级资源 重点客户已经制定标准 这个没关系 但是有容易出现的问题是 你的新员工可能会不知道 这个意思啊 我要说的是这一点啊 我们尽量不要这么说 重点客户 然后资源一项目回款 资源二老客户转介绍 资源三客户的上级资源 我们其实看看第二项 咱们就只说第二项吧 老客户转介绍算不算资源 老客户转介绍算 OK 那如果你这样跟公司争取资源 你能想到结果会怎么样吗 比如说 我们希望上级给我老客户转介绍资源 结果可能会怎么样 就是你管理完了上级 上级能给你几个吗 你心里会有预期吗 不清晰对不对 对 是吧 无效 没错 这个意思 老客户转介绍是一个方向 是资源的方向 还可以更具体一点 还可以更具体一点 其实啊 我们是给上级定工作目标的 就这个意思 老客户转介绍是给上级定工作目标的 客户的上级资源等等这些 所以我们需要一些相对明确的量化的沟通中就要这样 好 我们第一份作业就先说到这儿啊 因为大家都是成熟的管理者 都有一定的管理经验 所以我们呢 不宜讲的特别死 因为管理本身是手段 只要目标完成就好了 只要目标完成就好了 你要想清楚 你的这样的沟通方式对目标完成有没有利 如果没有利就调整 如果有利 那就不用改 就这个意思 第二份作业 石灰灰 本月目标 三月份门店回款十万 OK合格 需要人事部分配一位美甲美睫师 技术扎实两年左右工作经验 来我们看看资源一是否合格 资源一是否合格 需要人事部分配一位美甲美睫师 技术扎实两年左右工作经验 特别好 时间 有人说时间 有人说合格 有人说时间 啥数要人 没错 时间 我们在前面讲过了 对吧 有一个要确定资源到位时间 OK 非常棒 同学们 谢谢大家 资源二 需要有线上引流 线下留客的活动 需要有线上引流 线下留客的活动 所以可以这么去讲 这个也不错 但是可以这么去讲 就是说老板 我算了一下 我这个月要完成十万的业绩 我可能需要做一场 做一场线下体验活动 这个体验活动 可能至少有50人到店 我们算了一下50人到店 我也许能留下20个以上的客户线索 所以15号之前我们能不能办一场50人到店的活动 然后呢 我拿到20条线索 这个意思 大家能理解了吗 15号之前我们能不能办一场50人参加的线下体验活动 对吧 就这个意思 我能拿到20个线索 这样呢 我这个月的目标就非常非常有希望 OK 需要公司培训销售技巧 线上引流 凯奇说的话 在企业号上发一篇公众号宣传 很好 可以 然后要标注一件事 什么时候发完 什么时候发完 然后我至少要几条的位置 可能是我至少要三条 我至少要二条 我至少要几号之前发完 资源三 需要公司培训销售技巧 这个也算资源的方向 可以把资源再明确一点 我们这么去过作业的时候 大家就会发现 其实日常管理怎么能保证管理有效 我们在不止工作任务嘛 对不对 也要不止的有效 这个意思 谢谢史惠惠 我们看第三份作业 王肖怀 来 本月目标 本月完善各项 本月完善 各项目年度策略报告定稿 本月完善 各项目年度策略报告定稿 并监督项目执行 来来来 我们现在看 这个本月目标 是否合格 呃 这个目标是比较难受的 比较不好定 我如果是他的岗位 应该也不太好定 这个目标可能要做什么呢 可能要做业务管理上的一些变化 有的时候我们的工作做出来 是因为经营本身出了问题 就是我们那个岗位出了问题 我们那个事儿本身出了问题 所以这件事儿 我们至少本月目标 我们把后面那句话拿掉 可不可以 把并监督项目执行拿掉可以吗 OK 好 同学们 谢谢 有人说不可以 有人说可以 不行吧 来我问问 什么叫监督项目执行 定稿清楚 还是监督项目执行清楚 整个本月目标里边 最重要的 我能看到有效的 就定稿俩字 对吧 年度策略报告方案定稿 就定稿两个字是最清楚的 监督项目执行 这都是不清楚的 他也没有一个成果 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调整一下 具体怎么调整 这件事我完了 我难住了 何老师没有这个能力 但我相信呢 王霄碑 王总他有这个能力 就是他一定能想清楚 每一点是真正能够做衡量的 真正能够定成一个 大家能够完得成的目标 否则项目监督执行 这个目标是完不成的 什么叫执行呢 来我们看三个资源 第一个资源 以成交业主名单 我们要增加一个数量 以及需要资源的时间 对不对 以成交业主名单 比如说多少 是全部给我吗 还是今年给我的 还是今年成交的 三市两厅以上的 还是今年成交的 小户型的 这个意思 讲清楚 净品楼盘客户资源 什么叫净品楼盘 我至少要万科的 碧桂园的 中海的 我至少要这几家公司的 净品楼盘 这个可以吧 不是所有的净品楼盘 或者说所有的净品楼盘 第三个同行介绍 我这个月大概需要多少 或者说能不能给我搞到 两个同行的电话 我需要哪两家公司的 同行的电话 这个意思 同学们能懂了吗 我把这个资源再重复一遍 第一个 以成交业主名单 是2018年的 还是2019年的 还是2020年12月份的 这个意思 已经成交的是大户型的 还是小户型的 三口之家还是单身的 净品楼盘客户资源 是哪几家公司为主 是全国的吗 还是说是我们本地的 还是说是我们这两年的净品 是什么类型楼盘 同行介绍 这个也是一样的 我需要多少 讲作业点评的时候呢 其实大家写的都很难 因为我们本身是工作期间 在做这件事 不会那么快就顺下来的 同学们只需要有一个判断 就是你今天听完课 比昨天强了 你就OK了 这点有信心吗 就是你今天听完课 不管十件事还是八件事 至少有一件事比昨天强了 你就应该给自己点赞 这个意思 所以管理永远没有捷径 你会有很多很多掌握不了的东西 一定的 你会有很多很多掌握不了的 你会永远觉得还能做的不对 管理更重要的是 哪做的有效 做的有效的还能再多做吗 能重复做吗 就这个意思 它是一个逐渐清晰的过程 第四份作业来自于陈瑞贵 来 本月目标完成20万回款 OK很好 资源一 提供消费过公司产品的客户联移方式 50个以上 来我们看看这个是不是有进步啊 和前面的作业相比 是不是有进步了 提供消费过公司产品的客户联移方式 50个以上 至少有数量了吧 时间没说 但至少有数量了 关于产品的特性销售卖点的培训工作 每月至少一次 怎么样 关于产品的特性销售卖点的培训工作 每月至少一次 这个合格不 大家看看第二个资源是否合格 挺好的吧 很不错 第三个 鼓励老客户复购优惠政策的出台 这个至少给个时间 第二个资源其实是合格的 我认为这样就已经非常棒了 我不知道这个陈瑞贵你是否在线 如果你在线 我现在夸你一句 你这一条 如果你是我的同事 我给你打100分 我给你打100分 关于产品特性销售卖点的培训工作 每个月至少一次 很清楚 我给你打100分 第二点 第三点 鼓励老客户复购优惠措施出台 这个应该是怎么样的 加一点时间 加一点时间 是最好的 好 第四份作业 这个是让我们觉得和前面相比是更有效的一份作业 来 继续往下 第五份作业 程序 程序这个写的也很 也很具体 我们看看程序的 应收账款2万元 应收账款2万元 因为这个都是同学们的原话 我没有改 我没有改 大家看看这个 应收账款2万元 我们来看一下 应收账款 是只完成应收账款的 这里面有错字 只完成应收账款 还说是我所有的回款加起来2万元 对不对 还说是我要完成2万元的合同 我有2万元的应收款 这个要讲清楚 所以这一块加起来是不是 有人说加起来 OK 是我连这个月的回款 再加起来的这个可能的回款 我都算上2万元 对不对 那你就说我完成业绩 完成业绩2万元括号 回款加应收款 可以吗 完成业绩2万元回款加应收款 但这个目标无效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目标不好定衡量 不好定衡量 他过程中有一件事就是 应收回款是多少 应收款是多少 这个意思 来我们接着往下看看资源1 转化费用方面政策 如连续打卡21天 可获得优惠券100元 转化费用方面政策 就转化奖励嘛 连续打卡21天 可获得优惠券100元 这个有点像我们公司 这个资源是有效的 你要加一个时间 然后你要跟公司讲清楚 所有完成打卡21天的 都有100元吗 还是前50名有100元 这个能清楚了吗 所有完成连续打卡21天的 都可以获得100元优惠券吗 还是前50名完成21天打卡的 才能获得优惠券 还是前三名才能获得 这个意思 程序 这个你能理解吗 要稍微标注一下 要有没有一个有效期 有没有一个量化的规模 资源二 回款2万元 需要三位客户 重点客户需要20位 信息数据需要500条 就是线索需要500条 所以需要购买数据 获得资金方面的支持 这个是提出了一个资源申请的意向 但是有什么资源 没讲清楚 这一块要稍微再 稍微要在公司说一下 比如说 我需要线索500条 然后回款2万元 你需要线索500条 那一块钱一条线索 其实才500块钱 如果你的线索是正常市面上的线索 市面上的线索没有50块钱以下的 50块钱你这个就超标了 你就连本都回不来 所以这一块可能要再重新算一下 但这个思路是对的 资源三 呼应6月份续费 本月可以做一个续费月前瞻 老会员朋友圈打卡 征集转介绍 重点推广介绍 一人500元续费代金券 这个也可以 也算一个资源 但这个资源 如果我是你的老板 我可能会问一个问题 他在朋友圈打卡 打完卡删了怎么办 他这个微信公众号 打卡就只有你们两个人可见 怎么办 他这个微信公众号打卡 他这个微信如果粉丝就十个人 他自己就十个微信号 粉丝就十个人怎么办 你这个不得无效吗 如果他没有几个粉丝 你这个打卡也没有用 对不对 这个意思 所以资源的一些思路是OK的 还可以再严谨一点 我跟大家讲一点 我们很多时候不知道 要什么资源的关键 是你的工作计划 工作计划不清楚 就是说怎么样能确定完成目标 是不太清楚的 以及过去怎么样能把目标完成 是比较犹豫的 这个意思 是公司过去其实就没有弄清楚 一共要投入多少钱 或者一个线索多少钱 能带来一个线索 这些东西都没有弄清楚 那就导致我们要资源的时候 要明白的 好 这个作业点评 我就点评到这了 咱们要加强跟上级的沟通 加强跟上级的沟通 向上争取资源 然后让上级不断的去讲 他能提供什么资源 那接下来呢 我们进入到今天这节课的下半场 就是我们要做问题的答疑 我们要做问题的答疑 大家今天可以 把时间管理好 咱们接下来是五个问题 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第一个问题来自于刘同学 在线吗 因为有同学是匿名 你不回答也行 没关系 你不告诉我也行 第一个问题来自于刘同学 第一课川总讲了一句话 目标必须有挑战 这一点我认同 但后面又说 资源需要目标匹配 资源需要匹配目标 最好要压倒性的匹配 这里我有点不明白 对于任何企业来讲 资源在某种程度上必定是有限的 做个极限假设 所有资源梭哈进去一个目标 这是不是有点类似于赌博 是不是应该是资源足够实现目标就行了呢 或者说资源要足够而不是浪费 资源要足够而不是浪费 再进一步推导 我们是不是需要定目标之前 必须掂拎一下自己的资源有多少 然后再定目标 来我们问一句话 我问大家一句话 就是我在课里面讲的 因为会有不同的语言表的方式嘛 提这样的问题其实很好 我们首先感谢刘同学来提这样的问题 我们首先来说一下大家的理解 压倒性配置和资源是足够完成目标的 是不是一个意思 压倒性配置和资源是足够完成目标的 保证能完成目标的 这个是不是一个意思 资源要压倒性配置你的目标 和资源是足够能完成你的目标的 是不是一个意思 我自己的理解是一样的哈 我们可能会有一些语言上的不一样 但我今天要强调一下 因为刘同学提了这个问题 很好 是一样的 我们说压倒性的配置 就是能够保证目标是可以完成的 目标完成不是资源的问题 有人说一个是远大于 一个是大于等于 管理上没有那么精确 没有那么精确 我们很多时候会有一些浪费 会有一些问题 但只要目标完成就是好的 那接下来又说呢 对于任何企业来讲 资源在某种程度上必定是有限的 没错 这也是一个前提 那我今天要跟大家讲一个 更惨痛的现状是什么呢 更惨痛的现状是 大部分企业的真实情况是资源远远没有目标多 不仅没有多少资源 而且还有一堆目标 所以资源必定是有限的意思是目标也要少 目标也要清晰 不是目标要低 而是你的目标的种类要少 我们经常是一天要做十件事 每件事都是一个目标 导致你没有任何时间投入资源 你哪件事都做不好 所以不是没资源 是目标太多了 不是目标太高了 关键是把一个最重要的资源给完成 把一个最重要的目标完成到位 这是我们讲的资源缩哈进一个目标 完成一个最重要的经营目标 根本上就是营收 根本上就是营收 所以我们往下看看 第一个什么叫资源要压倒性配置 什么叫资源压倒性配置 其实我们讲的就是资源要能足够完成目标 这个就叫压倒性配置了 就可以了 不是浪费 不是浪费 更不是赌博 根据目标定资源 还是根据资源定目标 根据目标定资源 还是根据资源定目标 大家来看一下这个问题 根据目标定资源还是根据资源定目标 同学们再来看一下 根据目标定资源还是根据资源定目标 对吧 大部分情况下是根据目标定资源 但是有经验的管理者会怎么样呢 有经验的管理者不会去两头 两头荡秋千 他会这样的 有经验的管理者会明白一件事 资源随着你目标完成的能力越来越强 你吸引资源的能力越来越强 举个例子 你一上来就想开一百家门店 这是很难的 但是你第一家门店开的很赚钱 就会有人跟你说 再开第二家怎么样 我头点 这就叫资源就被吸引来了 因为你第一家门店的目标完成的特别好 你第二家门店就会吸引很多资源 你就越来越有更多的资源 所以资源能力的增长是一个过程 但目标可以一天定一百个 资源能力的增长是一个过程 同学们能懂了吗 根据目标定资源 但是你要给自己时间增长你的资源配置能力 但是很多公司真正的问题 很多团队真正的问题是什么呢 没有耐心去培养配置资源的能力 来来回回调目标 一完不成就觉得是目标不合理 就调目标 而不去心想哪些资源没用上 哪些资源没争取 哪些资源浪费了 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要有耐心去培养资源配置的能力 争取资源的能力 管理资源的能力 对内争取对外争取这些都讲 然后不断的提升我们的目标 目标提升了 又要需要更多的资源进来 这个意思 有同学说先有目标才有资源配置 对吗 这是一个很艺术的东西 如果你往高了讲 它是个哲学问题 但我只能告诉你目标是第一位的 先有目标 然后再讨论我们需要什么资源 那我问问大家 我定目标的时候 我先横领一下我手头的资源 是不是也应该 就是说我定了一个目标的时候 我横领一下手头的资源 是不是应该的 难道说我没有任何可能性 我就盲目的去定目标吗 这个也不行 所以我们讲叫目标要有挑战 从来没讲过目标要随便定 对不对 我们从来没讲过目标应该越高越好吧 我们讲的是目标要有挑战 有挑战就是你够一够 争取一些资源 你的目标就能完成了 这个意思 第三件事我们再看看 我们讲的第三个问题是什么呢 第三个问题是计划 工作计划是否合格的标准什么 工作计划是否合格的标准什么 同学们这个还有印象吗 工作计划是否合格的标准 上一节课我讲的时候 我讲了一条金线 什么情况下证明你的工作计划是合格的 它最重要的标准是什么 工作计划是否合格 前面几位同学 前面几位同学 我要稍微提醒你 你需要认真听课 工作计划最重要的是 让大家有信心完成 对这个是很重要的 让每个员工都相信 这个目标是可以完成的 你的工作计划就到位了 因为他们知道用什么资源 他们知道大概怎么完成 他们知道具体的做法是什么 他们知道保证措施是什么 这个意思 这个才是工作计划合格的真正的标准 就是大家都有信心真正完成了 都知道怎么做了 而不是喊口号那种决策的完成 上一节课我们还讲了这么一个词 企业发展的底层逻辑是什么 我们再跟大家强调一下 企业发展的底层逻辑是这样的 我每年都有一个营业额收入 我今年收入100万 明年收入500万 后年收入3000万 这叫经营目标越来越高 你的经营目标是增长的 经营目标增长的时候 你的市场资源会越来越多 你会招聘啊 你会扩大厂房啊 你会扩大渠道 你的品牌会越来越多 你的潜在消费者会越来越多 所以当你的目标越来越高的时候 你的市场资源是越来越多的 这两条是一个有机体 不断的螺旋上升的 先定一个经营目标 然后规划资源 规划资源之后 完成目标之后 再定一个更高的目标 再规划更多的资源 是这么一个过程 规划资源 使用资源 最后来完成 这个是企业的底层逻辑 企业其实需要找到这样的一个飞轮 大部分企业出问题 都是不是说是目标出了问题 是资源出了问题 我们跟大家讲讲 什么叫资源出了问题 咱们就讨论一个问题 同学们往深了去想 这块可能会有点烧脑 老员工 干了五年 一个老员工在你的公司干了五年 也没有晋升 你觉得这是不是资源出了问题 一个老员工在你的公司干了五年 也没有晋升 还在那用着 是不是资源出了问题 对吧 首先这个人力资源 没有被更多的开发出来 其次 其次 它的风险越来越大 它的风险越来大 因为它的成长性越来越弱 你的成本就越来越高 就这个意思 能理解了吧 我们很多时候 其实都是资源管理出了问题 因为我们没有信心 去完成更高的目标 我们就不敢去调动资源 最后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公司每年都很惨 每年老员工都离职 当然离职是正确的 但是每年 每年新员工都离职 老员工可能都不走 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好 我们接下来来看第二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我就解答完了 然后我们在重点和刘同学强调一下 压倒性的资源配置 就是能够确保目标完成的程度 不是说目标完成100万 需要100万的资源 我非要拿1000万的资源 不是这个意思 我只要确保团队都有信心 都能把目标完成 这个资源就够了 第二问 来自于赵同学 公司到现在两年时间 还是创业公司 目前遇到的问题是 管理层存在的大财小用的情况 小财大用的情况 管理层存在小财大用的情况 很多时候制定的目标 部门主管都没有计划的能力 大部分都是自己做好 就给到下属 自己还在不断进步 这样自己的时间一直不够用 平均每天都工作13个小时以上 请问何老师 怎样提高效率 快速培养出管理层 还能一心往前走 怎样提高效率 快速培养出管理层 还能一心往前走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非常非常大的问题 我这块我要稍微讲一点点 讲第一个问题就是 大部分创业公司 初创公司早期真正的问题 不是管理问题 根本上是经营的问题 什么叫经营的问题呢 就是你用什么产品 能满足客户的需求 你用什么产品 能实现你的市场目标 这个意思 你真正的问题 很多时候是经营的问题 经营导致了 经营的问题没想明白 导致怎么干的无效 这种情况其实是特别多的 经营的问题 没想明白 导致怎么听课的无效 怎么学习的无效 怎么努力的无效 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首先要解决经营的问题 那经营的问题解决之后呢 我们经常会遇到说 有的时候制定目标 部门主管都没有做计划的能力 这正常的呀 创业公司 部门主管 没有做计划的能力 这是正常的 然后我们现在再来说一下 我们现在再来说一下 你没有管理能力 但是你的业绩还不错 需要学管理吗 也不需要学 你别看我讲管理课 但我也会跟你讲 如果你的业绩还不错 但是你没有管理能力也没关系 说明你有一套自己的管理逻辑 你不一定要学我的管理逻辑 这个意思 但是呢 如果你发现你的增长出了问题 你发现你的复制出了问题 你发现你的效率出了问题 这个时候可能学管理就有用了 就会特别有用 或者说你特别希望短期之内扩张 然后你发现部门人员不会做计划 这个就需要学管理 我们看一下他这个课程 主要的这个问题 请问何老师怎样提高效率 快速培养出管理层 我来讲这句话 首先我们来说一下 企业培养管理层的根本前提是什么 大家现在看看有没有答案 我想听听大家的回答 企业培养管理层的根本前提是什么 我们现在给大家30秒的时间 大家可以在评论区写下自己的问题 我非常渴望你能回答 你能写下你自己的想法 有人说企业快速增长 有人说信任 完成目标 工作需要 列变化 列变 明确目标 有足够的体量 减少管理 培养接班人 完成更高的目标 扩大对不对 工作态度人太多了 企业培养管理层的根本前提是什么 人效可复制 提升效应 OK 很好 很好 非常非常好 我来给大家一个思考的角度 给大家一个思考的角度 我们先看一下 然后告诉大家答案 咱们先别着急 管理干部首先不是培养出来的 管理干部首先是 第一是天赋 第二是悟性 第三靠实践 第四多学习 你看我们做管理培训 只能排在第四 我们做培训 只能解决一点小问题 就是比你自己物要快 同学们 你先理解这件事 我们做培训 只能解决一点小问题 就是比你自己物要快 所以聪明人喜欢学习 喜欢花钱上课 因为他知道这样更快 他不是自己想不明白 那有更多的书 怎么能想明白呢 我们先明确这一点 管理干部 首先不是培养出来的 是要选出来的 这一点希望大家能清楚 好不好 管理干部 首先不是培养出来的 我们怎么培养呢 我们看一下 怎么选 怎么选 企业的人才分成四种 第一种是人才 什么叫人才呢 给他空间 给他时间 给他授权 他就能给你带来收入 这种是真正你要找到的 就是你发现这个员工 不粘声不粘语 自己把事干了 然后团队也不错 这种人就只需要 给他授权空间 这叫人才 第二种人是什么呢 人才 这个人才呢 是木材的才 你还需要培训他 辅导他 他有意愿 但没有能力 他有意愿 但没有能力 这种你要辅导他 第三种是人才 这种人才呢 是有能力 但没意愿 你要激励和监督 我们之前的课程也讲过 第四种是人才 调岗免职 所以大家知道吗 这是我们选人的一个四个向线 选人的四个向线 我们先讲了企业培养人才 关键要靠选 首先要靠选 然后培训 选要通过这个四个向线来选 你现在可以看看 你是否有选人的能力 先别说你有没有培训人的能力 同学们这个区别能懂吗 当我们决定培养一个人的时候 首先是选出来谁值得培养 好不好 先选出来谁值得培养 他过去这段时间 是不是表现出了能力 也表现出了意愿 先不要着急给他培养 这个意思 然后呢 怎么培养呢 我们分了三块培养管理层 因为讲的是培养管理层 培养管理层 我们分了三个层次 基层中层和高层 基层中层和高层 基层要懂业务 主要抓业绩 基层懂业务 主要抓业绩 他要懂客户 这是基层管理者的必修客 基层管理者只抓收入和利润 不要抓别的 只抓成本质量 就是炒菜的 做饭的 端盘子的 这都叫基层管理者 他要懂业务 懂客户 中层干部要抓效率 比如说我开十个门店 有一个大区的负责人 这叫中层干部 他要懂流程 他知道每个门店 大概是怎么运营的 知道每个门店怎么招聘 怎么翻台 这叫懂流程 然后呢 基层文化 中层干部要懂文化 什么意思呢 中层干部要能凝聚人 要能把团队的战斗力 给激发出来 团队的状态给激发出来 这要懂文化 高层要抓方向 所以当你想培养 高层干部的时候 你真正要跟他聊的是 他对市场的洞察 他对机会的判断 他不是对具体的业务流程的判断 这个能理解了吗 如果你想培养高层领导 真正要培养那种懂战略的 而且要懂变革的 我在这一块稍微多讲一句话 就是我们招聘的时候 如果你想招一个高层的领导 比如说副总以上的人 他在之前的公司 做成什么样都可能是假的 他在之前的公司 只有一种可能是真的 就是绝对是真的 我跟大家说一个判断标准 就是他曾经引领过这家公司 成功变革过 什么叫成功变革过呢 这个话听起来有点糙 听起来有点高 我来说一下怎么说 所谓的成功变革过就是 他不是带着别人定下基础的团队打仗 他是自己按照公司调整方向之后 自己重新组建了团队 重新搭建了流程 最后完成了经营目标 这种高层领导才配叫高层领导 很多高层领导是别人做好的事他接班 别人已经做了好几年了 他接过来又做了好几年 最后公司不行了 他想跳勺 这种高层领导到很多公司连基层都做不了 大家知道吗 高层领导一定要能懂变革 一定要能带领团队完成变革 这才叫高层 也就是说我这个事推倒了重来 你能干明白 这才叫高层 不是别人做的不错 你过来添一把火 这是高层的真正的金线 我稍微多讲一点 因为我们也是创业公司 我们一些朋友之间也会讨论怎么招副总裁 后来我们发现 什么公司出来的 概率都特别低 我跟大家公布一个真实数据 这个真实数据是这样的 我在19年我大概调研了十来个这个创业公司的老总 就是都是在C轮 A轮到C轮之间的创业公司 我们最后算了一下 平均的这个副总裁以上的人招聘的成功率是15% 就是我把这些人的数据总结起来之后是15% 是这个意思 所以怎么培养管理层呢 你得知道你要培养的是中层还是培养的是基层还是培养的是高层 然后它对应的是不同的重点工作 然后基层管理者的工作 尤其是很多公司培养新任的管理者 你要拿着这六件事去培养 制定计划 就是我们现在正在讲的第二个模块 了解下属的长处 分配工作任务 分配工作任务 我们在第三个模块会讲 激励下属 咱们之前的开年大课讲过 辅导业务 绩效反馈在第五个模块会讲 基层管理者的六项基本技能 这还有一个 就是你公司是有一个明确的晋升标准的 你是可以培养管理层的 你是可以培养管理层 这个也分享给大家 这是我们自己公司的直级晋升的一个 内部的一个 我们正在实行的一个方案 员工 骨干员工 主管 总监 副总裁 高管 CEO 这大概是七个层级 这是我们自己的一个做法 分享给大家 不代表你能用 仅供你参考 你会发现员工 骨干和主管之间是完全不同的能力 完全不同的结果 华为呢 还做了这样的一个划分 华为的划分是 把员工的责任心分成五个等级 按照这五个等级去选拔人才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五个等级 有没有参考价值 华为员工 是把员工分成五个等级 主管在我们公司不算管理层 总监以上算 华为员工五个等级 每个公司对管理层的要求可能不一样了 看看第一集叫被动不执行 就是不仅我要提醒你 给了你 你都做不明白 这叫被动不执行 我要提醒你 就是我不说你就不干 我说了你还不干 第二集叫被动执行 什么叫被动执行呢 我说了你就会干 不说你就不干 第三集是主动执行 我还没说的你就干了 第四集是面对困难和压力依然执行 第五个层级是甘愿冒险勇敢执行 所以选拔管理者 至少要四集和五集 至少要具备这两集的素质才可以 第三集是合格员工 华为在第一集和第二集直接开掉 华为在第一集和第二集的员工 这样的素质责任心是直接开掉的 就是他会永远淘汰的 还有一集是反动派 主动不执行 说的特别好 选人应该重点 观众拿几个能力 这个要求太高了 我们这节课就不多讲了 前面其实讲过的都是一些能力 比如说基层管理者的六项 Lucy你看一下基层管理者的这个六项技能 这都叫能力啊 对不对 然后包括华为员工的五个等级 这也叫能力 好吧 因为你选的人 我再来和大家说一下 怎么判断你选的人需要什么能力 你选的人永远是为了完成这个岗位目标 对不对 同学们我们一起捋一下 你选的人是不是为了完成某一个岗位目标 咱们先画一下这个逻辑 所以如果你的岗位目标 你的业务目标不清楚 你就发现你选人的时候会摇摆 你的岗位目标清楚 你选人就明白 所以你选人需要什么能力呢 你选人需要的这个能力 就是完成这个目标需要具备什么能力 它背后需要哪些资源 你就要选什么样的能力资源 就这个意思 你解了吧 招聘的前提不是招聘 招聘的前提是把岗位目标弄清楚 好 最后我们公布一下答案 培养干部的根本前提是明确干部评价标准 培养干部的根本前提是明确干部评价标准 这是我的答案 你没有评价标准拿什么培养 怎么能说明自己培养成功了呢 干部怎么努力呢 我怎么努力能成为干部呢 我干到什么情况下算干部 你在公司内部要不断的去强调这个干部评价标准 然后为什么大公司会做组织机构变革呢 因为他是不断的调整自己的干部评价标准的 他每个阶段的任务都不一样 所以他每个阶段需要的干部都不一样 他每个阶段需要的人力资源都不一样 同学们这个点能记住吗 明确干部评价标准是你培养干部的根本前提 比如说我要培养店长 我的店长的评价标准是什么 什么样的人能成为店长 对不对 我要培养人力资源总监是什么级别的 人力资源总监可能早期需要招聘 后期可能需要干部培养等等这些 我要培养高层干部需要什么样的标准 这个意思 当你没有这个的时候 你培养干部是做不了的 你只会参照别人的想法去培养干部 或者说你发现阿里的干部都是这样的 然后你就拿过来说我也想要这样的干部 结果你发现阿里的干部只适合马云不适合你 你培养了一些干部根本不能用 这个意思 能懂了吧 你培养干部是为了培养资源 培养资源要符合你的阶段目标 好 这个问题我们就到这了 咱们往下走 看第三个问题 建同学 我有两个工程师 工程经理跟了我两三年了 也都是我把他们从工程师中提拔上来的 但是其中有一个感觉老是不在状态 什么事都需要安排好了给他说 他好像就喜欢做具体的事 不喜欢考虑反馈也不太积极 是不是感觉和我关系好跟我时间长了 在公司属于老员工了 做事就不像之前有积极性了 我问问大家 这个究竟是用人的问题还是选人的问题 我们先看这个 这个问题 这个更可能是用人的问题 还是选人的问题 有人说不好说 有人说用人 有人选人 我们先看 老师不在状态 好像喜欢做具体的事 不喜欢思考 喜欢做具体的事 不喜欢思考 他说的这个工程经理 其实已经是负责人了 喜欢做具体的事 不喜欢思考 我认为从这个角度来讲 这个人的本质上是选人出了问题 就是他的素质决定了 他不适合做管理者 跟他干多长时间没关系 他可能适合研究一些事 他做管理者的基本素质不足 管理者需要哪些基本素质呢 管理者最起码需要什么呢 跟别人沟通的能力 意愿 跟别人沟通的意愿 能分清优先级的意愿 管理好自己时间的意愿 管理目标的意愿 这些都是管理者最基本的素质 所以首先这个是选人出了问题 不是说用人 他还没怎么用的 就选的时候就已经选错了 所以选人要有个适用期 同学们 千万别在个人素质上较劲 就是一个员工 如果他就不喜欢跟别人沟通 你非要让他做管理者 你把他折磨死了 他可能最后会离职 因为他就希望自己把事干好 他特别担心跟别人沟通 他特别怕给别人压力 这样的人是有的 所以我们说怎么办呢 我来给四个建议 第一步复盘业绩差距 首先你面对这样员工的时候 我们来说一下系统的理解这个问题 你面对这样的员工 就是素质 态度稍微不符合你的预期 然后工作也能干 这样的员工怎么办呢 你先看看 基本业绩差距大不大 如果基本业绩差距不大 人家完成的还不错 就是不太喜欢反馈 大家说这种事 是不是应该睁一只眼闭着眼 我再来说一下 当你是公司的老板 你发现有一个员工 业绩完成的还行 对吧 但就是不太喜欢反馈 这种你就应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就是不要什么事都管 如果业绩差距比较明显 就要排查一下基本问题 那基本问题 就是我们之前课程上讲过的七个问题 岗位目标清楚吗 知道要完成什么吗 知道完成的标准是什么吗 这个意思 第三个是激发个人目标 前两个都OK了 才激发个人目标 看看他是否有个人成长意愿 如果他没有个人成长意愿 那其实你就赶紧的吧 找备胎 第四步明确胜任标准 就是他如果有个人目标 你就要明确他胜任标准 他的晋升标准告诉他 如果他没有个人目标 你也要告诉他 你至少要完成什么 所以讲到这儿呢 我再跟大家强调一下 管理是管下限 管理是管下限 明确胜任标准 这是很多公司都做不到的 很多公司只喜欢给奖励 但不喜欢明确胜任标准 就是你完成多少 才能在这个岗位上留下 胜任标准是必须要做的 管理要管下限 有同学说 宣妈说 如果工作不错 但是负能量呢 我跟你讲一下 如果你的员工 有负能量这件事 你要视你的管理氛围定 如果你自己觉得 它严重影响了 你们公司的业务 那你要把负能量当成企业文化的红线 当成企业文化的红线 发现就要警告 当成企业文化的红线 发现三次就要开除 类似于这样去处理 它是企业文化的情况 它不是本身的工作职责 就是有一些人 他就有这个习惯 他就有这个毛病 他的工作职责 工作的这个习惯就是这样的 所以负能量是企业文化的要求 你要定红线 什么事都能碰 比如说背后议论员工不能碰 背后讨论工资不能碰 这个意思 国安说了 不主动沟通的人适合提升吗 不适合 他适合在专业稿上提升 但是专业稿上也不能提的太高 如果这个人最后成为你们公司的首席科学家 结果谁都不理 你不疯了 对吧 他成为了你们公司技术最牛的人 但是谁都不理 你不疯了吗 对 负能量是整个企业文化的红线 来 第四个问题来自于王秀秀 作为部门负责人 作为部门负责人 如何积极有效的制定工作目标 让老板满意 同时给下属分解目标制定计划 让新进下属适应你 配合你 迅速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问题 这个问题我们在这节课上 树和老师就不再回答了 好吧 同学们相信能理解我 这个问题我们既然选上来了 我们也都看一下 这个问题要拆解成几个具体问题的 首先怎么定目标 让老板满意 有没有人说一下 怎么定目标能让老板满意 太棒了 对吧 目标是老板定的 我们自己定啥目标啊 我们真定不了 我们怎么定老板都不一定满意 只有老板自己定的 他才能满意 他自己定的大部分情况 他都不满意 我就是这样的人 定完了觉得也不行 永远会担心还可以更好吗 永远担心万一完不成怎么办 天天都很焦虑 这就是老板 对吧 所以就这一块 我们就明确一下 我们把之前的课程再复习一下 第五问来自于龚丹丹丹啊 丹丹是我们第一期的这个第一剩块非常优秀的团队 节成教育的同事啊 月初定目标 月初定目标或定考核标准的时候 员工都信誓旦旦的说没问题 那么出现以下两种情况应该如何解决 第一个跟进目标时 员工也很着急 很努力的在为目标配资源 想办法 但月底仍完成目标 来我们看看 大家一起来解析下题 跟进目标的时候 员工也很着急 在为目标配资源想办法 但月底仍完成 第二个抽查进度的时候 总有人找借口 总有人找借口 然后呢 我每次定计划的时候呢 大家都觉得挺清楚的 都觉得没问题保证完成 但是一到完成的时候 就出现这两件事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第一种情况是 总有员工完不成目标 怎么办 大家来看一下这个问题 总有员工完不成目标 怎么办 你的第一直觉是什么 有没有同学都回答我一下 你的第一直觉是什么 看到这样的问题 总有员工完不成目标 怎么办 说什么都有 计划没做好 我问一个问题 我问一个问题 如果团队目标完成了呢 如果团队目标完成了呢 这个问题可以忽略吗 如果团队目标完成了 这个问题可以忽略吗 没有任何一个领导 能保证自己的每个员工 都能完成目标 你去所有的公司找 都做不到 这是我给大家的一个基本面 管理的关键是完成目标 不是确保每个人都怎么样 那是手段 那个是手段 不是要永远保证 每个员工都能完成的目标 而是要优先保证团队目标 可以完成 这是我给大家的第一个前提 所以你当发现这样问题的时候 你首先要思考 大目标是不是完成了 如果大目标完成了 你要找时间解决这样的问题 如果没时间 这样的问题就在那放着 你的职责不是负责让每个员工都完成目标 你的职责是什么呢 你的职责是向上级负责 完成你真正的团队的最重要的目标 然后有人说四个人团队经理一个人干完了呢 好两种情况 一种是你的目标定低了 一个人就能干完一个团队的目标 说明你的人效没有复制得了 好吧我们来看一下 优先保证团队目标可以完成 所以当你发现总有个别员工完成目标的时候 你要优先保证团队目标可以完成 第二个我们要讲一下 团队很着急 有些员工很着急 也完成目标的时候 也在配资源 你要怎么说呢 你要心里明白的是 员工如果有能力配资源 那就不叫员工了 那就叫领导了 真正的是 你问他我配给你的资源 你用了吗 大家再听一下 看看能不能听懂 我配给你的资源 你用了吗 这是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问题 我配给你的资源 你用了吗 我给你的资源 你用了吗 第二个 你目标完不成 为什么不要支持 你都知道目标完不成 你为什么不要支持 真正容易出问题的是 员工要支持了 你不知道怎么办 这个其实是最要命的 所以我们说基层干部 一定要经历一个考核 就是要懂业务 基层干部如果都不能知道 怎么完成目标 基层干部就没用了 大家这回能理解了吗 什么叫基层干部要懂业务 基层干部要知道 怎么能完成收入利润 怎么能把客户招进来 怎么能让客户吃的香 怎么能让客户买单 这叫基层干部 基层干部必须能保证 这一点 所以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我给你的资源你用了吗 第二个 你没有资源 为什么没争取 所以下次你要争取资源 一旦发现目标完成受到威胁 你要提醒我 也许我能给你支持 第二个 我给了你这么多支持 工作计划 你按照计划做了吗 所以你检查进展 大家知道吗 检查进展的关键是检查什么呢 是检查时间和完成度吗 不是检查进展的关键是检查你真正有效使用资源了吗 比如说20个客户打了几个电话 说都打了 都打了叫使用资源吗 这不叫使用资源 都打了有可能是浪费资源 也许20个打了都被按掉了 同学们这回能清楚了吗 工作计划的关键是把资源配到位 追进展的关键 检查进展的关键是检查你的员工 真正能够使用资源了吗 真正把资源有效使用了吗 这个意思 第三点我要跟大家说的就是 稳定完成目标需要一个过程 任何一个员工 从没有人管理到有人管理 从完不成目标 不知道什么是目标 到能稳定的完成目标 都需要一个过程 我再问问大家 就连阿里巴巴腾讯这样的公司 也有某个月的增长不如预期的吧 是不是这样 阿里巴巴和腾讯这样的公司 那不是机器人的吗 你追求的是一个动态成长的过程 你知道下个月可能会有坑 但是没关系 你知道怎么避坑 再下个月可能就更好了 这个意思 OK 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 检查进度时 总找借口怎么办 检查进度 总找借口怎么办 第一个 让每个员工都清楚 胜任标准 什么意思呢 我上来就先跟你讲一个最丑的话 我不跟你啰嗦那么多 你知道连续三个月 连续两个月完不成 你知道连续三个月 连续两个月完不成 就会被辞退吗 这个我希望你内心很清楚 员工说知道 那你珍惜这个岗位吗 或者这个岗位是你需要的吗 你认为辞退对你来说 这个损失大吗 或者你的压力大吗 如果你觉得都无所谓 我还在你身上投入什么资源呢 我应该赶紧找人啊 我跟你聊任何一分钟都浪费 所以首先要让每个员工都清楚 胜任标准 有胜任标准的员工 有最起码的岗位责任心的员工 是不会找借口的 第二个 不止工作任务的时候 提醒管理性目标 就是你在不止工作任务的时候 你要明确的告诉他 打电话要打到什么程度为止 不是打了就算完成 那打到什么程度为止 这就不会有很多借口了 第三个 复盘差距的时候 请优秀员工很想经验 有的时候就算有人有借口 你得闭着眼睛 这个闭着眼睛 闭着耳朵 不要去想 你要想办法 让优秀员工 把更多人的这个资源给激发出来 然后去完成这个目标 我今天再和大家说一下 讲到这再说一下 管理者永远不要管所有问题 管理者真正重要的能力是 知道什么该管 什么不该管 知道一定要管什么 知道有些事可以忍一忍 这才是真正牛的管理者 因为管理是成本 同学们还有印象吗 管理是成本 完成目标的前提下 尽量减少管理成本 好吧 管理是成本的 有的时候你因为一个问题 你就抓来抓去 发现这个问题怎么都解决不掉 头疼死了 啥用呢 这个问题解决掉 你的团队就能突飞猛进吗 你确保每个员工都能完成目标 你的团队就能突飞猛进吗 不是的 好吧 我再来分享一个小案例 就是前两天的我们在追一个这个剧 就安家 大家应该都知道这个剧是吧 安家 安家这个剧里边啊 新上任那个房市警房店长 在刚来到安家门店的时候呢 就有过这么一个片段 他就发现啊 一个客户拎着一个口袋 然后呢 他就说 那个客户是海青扮演的一个老师 叫一个医生叫龚贝贝 然后这个房市警房店长就说 问那个中介的那个老油条 就说 你这个房子卖了多久了 那个老油条说 卖了半年多了 就是卖不掉啊 然后他就看 客户拎了一个口袋 然后就问这个老油条 说这个口袋是客户的吗 然后那个客户上面有一个什么呢 有一个奶粉的一个这个袋子 这个口袋是客户的吗 客户在这个公司上班吗 然后那个老油条就说 说 不在这个公司上班 我不能问客户的信息啊 公司规定不能了解太多 客户不说的 我们不能问 结果呢 这个房市警这个店长 就拿着这个袋子 去找到了那个奶粉店 那个超市 然后他到那个超市的时候 就问了这样一个问题 说 我们店有这个同事吗 我很想感谢他 因为他向我推荐的这个奶粉 这个奶粉特别好 其实啊 他是撒了个谎嘛 但他因此就找到了那个医生 就找到了那个医生 所以大家知道吗 这个就叫什么呢 这个就叫竭尽全力争取资源了吗 很多时候啊 什么叫车到山前必有路 什么叫山无绝人之路 天无绝人之路 就这个意思 你竭尽全力争取资源了吗 你在最难受的时候 给领导打个电话吗 你在最难受的时候 跟客户说 能帮我关一单吗 对不对 您还有哪不信任我的 您能不能直接告诉我 就差这一单了 我们这个乐团的目标完成 这都是 你竭尽全力争取资源了吗 所以每天都问问自己 好吧 单单单你这个问题 我就回答到这了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很好的问题 同学们 整个的今天的作业答疑 我们就结束了 又是75分钟时间 希望大家都能竭尽全力争取资源 希望不错过任何一次完成目标的机会 拿到所有能用的为你所用 只要完成目标 一切都可以 一切都可以 不要见事就管 但是要见资源就争取 OK 我们明天呢 我们明天是3月24号 明天是3月24号 我们整个来讲这个 第三课资源要给员工用 我们要让员工有资源 我们要让员工使用 所以明天呢 我们来上正课 明天来上正课 希望大家做好准备 我已经收到了大几十位同学的十名问卷 就是十名推荐我的课程的问卷 非常非常感谢 非常非常感激 然后我们的课程也在迭代 我们课程也在迭代 接下来还会 我们下一期的课程是4月下旬开班 如果你有不错的同事 或者你有不错的管理的苗子 我非常真诚的邀请你 把他送到我的课堂 这个两三千块钱 绝对能给你打回来 绝对能让你的管理层 有一个不错的认知的调整 一个能力的提升 4月下旬 我们是开今年的第三个班 整体的这个模块的班 所以多谢大家 今天的课程就到这 我们明天晚上的直播课见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